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今早早就有一宗猛料要和大家分享 有美國媒體踢爆 原來拜登的副手賀錦麗的老公 就和大陸企業的利益關係千絲萬縷 久前不清 究竟他老公是從事什麼業務的呢? 在講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根據美國媒體《國家麥博》的報導所說 副手賀錦麗的老公叫任德龍 這位任德龍是一家歐華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 這家律師行有什麼這麼加細糖? 《國家麥博》就踢爆他 原來這家專門做大陸公司生意 而且還聘用中國政協委員做顧問 與中方的關係非常密切 這家律師行原來涉及到 與大陸相關公司業務接近30年 而且還設有一個叫做中國投資服務的分支機構 約莫有140個律師 專責就是服務與中國相關的事務 而且他們相當自豪 說可以提供各式各樣的諮詢服務 任德龍自從2017年開始 擔任這家歐華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 他專門做知識產權、技術服務、媒體、體育和娛樂領域 這篇報道還說到 歐華律師事務所聘請了不少大陸相關的人士 只是說中共那些 比如說他們請的其中一名人士 叫做高級顧問趙青 過去曾經擔任過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 上海分會的副秘書長 這個叫做大陸的半官方機構 至於另一名訴訟與監管部門主管楊大明 在2013年被任命為大陸的政協委員 在2019年更加進升為上海的政協常委 以上就是賀錦麗的老公任德龍 所任職的歐華律師事務所的背景資料 似乎跟大陸的利益關係非淺 如果被賀錦麗做了副總統的話 會不會跟他副總統的職務產生利益衝突呢? 似乎拜登和賀錦麗 接連都被媒體踢爆 就是跟大陸的利益瓜葛 似乎是相當深的 難道這正是拜登 千柬援萬柬援貓錦麗做他副首的真正原因 因此 WAIM的兩個人都是一憂之樂 現在這樣兩個人都聘在一起 便變成了利益共同體 命運共同體 所以亦難怪特朗普 為何他會被宣傳活動中宣稱 說一旦拜登贏出大選的話 中國將會擁有美國 特朗普這樣說 拜登會為中國的崛起而歡呼喝彩 拜登認為中國的崛起 對於美國以至全世界來說是正面的發展 所以中國亦支持拜登 非常渴望拜登當選 拜登的議程是中國製造 特朗普的議程是美國製造 已經說得很清晰 但有一件事相當奇怪 就是美國媒體對於拜登的兒子 對於賀錦麗的老公 他們兩個人和大陸的利益關係 似乎糾纏不清 但美國媒體的著墨很少 極少蝙蝠來報導相關的東西 為甚麼 作為一個擁有新聞自由的國度 對於這些事就應該作出一個深入調查 對於這些問題就應該是打爛沙盤問到督 要有求真精神之系 沒理由輕輕帶過就算數 因為正正是拜登的兒子 以及賀錦麗的老公這類人 和大陸的利益關係糾纏不清 所以環球時報老總胡錫進 他所說對於美國那些高級官員 將來可能會採取制裁行動 所產生的震懾效果 就是對這班人是有用的 你說對於商務部長羅斯 又或者是衛生部長阿澤 他們在大陸都沒有業務 或者根本上跟大陸都沒有利益關係 那你說給他聽 等同於是沒有說一樣的 但是如果同一番的話 拜登的兒子聽到 或者是賀錦麗的老公聽到 那他會有甚麼反應呢 而拜登和賀錦麗又會有甚麼反應呢 這才是重要的 所以希望美國的媒體會跟進一下 接著講一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 在昨天他出席了中國和東盟外長的視像會議 在裏頭他又再妙語如珠 發表了一連串的偉論 到底他講了甚麼呢 他提到 說香港事務是中國內政 不干涉內政是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亦是聯合國憲章的重要規定 各國都有義務遵守 這些就是套語而已 他講過很多次 接著就來了 他說 一國的政治法律制度到底好不好 這個國家的公民最有發言權 而不是別國的政府或甚麼的政客 這個就真是搞事了 你說政治和法律制度好不好 即是本地的公民最有發言權 但是最近有些香港人走出來說 要擁護這個三權分立的制度 但是中聯辦的發言人就這樣說 三權分立實際上是一個偽命題 反對派在這個話題上混淆視聽 企圖即非成事 借所謂三權分立否認行政主導 誤導香港社會對政治體制的認知 削入行政長官的憲制地位和權力 根本目的就是抗拒和架空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 挑戰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序 哇 這頂帽子大到不得了 那到底其實有沒有發言權呢 人家一發言就弄一頂這麼大的帽子給他了 嘩 又挑戰中央 又挑戰特區 這樣 這樣有沒有發言權 我不知道 好 接著 王毅還說到 這個還搞事 他說 所有國際民調結果都顯示 中國人民對中國執政黨和中國政府的支持度 都高居全球榜首 這個事實是對抹黑攻擊中國勢力的最有力回擊 嘩 我真是覺得好搞事 哈哈哈哈 喂 他說所有國際民調結果 我真是想問一問到底在哪裡可以查閱得到這些民調結果呢 到底這些民意調查是由哪些民調機構來做的呢 什麼時候做的呢 在哪裡做的呢 是不是二十幾個省有份做的呢 還是在哪裡呢 我真是沒聽過 哈 大家有沒有聽過有些國際民調是 做了一個結果出來說中國人對於 黨和政府的支持度 有高居全球榜首 那你比朝鮮還高呢 哈哈哈哈 我以為朝鮮人對於朝鮮政府是最擁護的 不是 現在王毅告訴你中國人 對於中國政府和黨的支持度是全球榜首 榜首就是第一了 到底哪裡可以查到這些資料呢 因為根據香港的 本地的民意調查結果 一查出來也不是這樣的啊 對於特區政府的滿意度又低啊 又有一半人被林鄭月娥零分啊 結果是這樣的啊 所以他說 有個國際民調 其實記者都可以去跟進一下吧 到底哪裡可以查閱到相關的資訊呢 我相信真的有的 他能說出來是有的啦 不會亂說吧 這些東西 這麼莊重的場合 對不對 好啦 另外 王毅還說到什麼呢 他說 他說 中美之間的分歧和矛盾 不是權力地位之爭 亦不是社會制度之爭 而是堅持多邊主義還是單邊主義 倡道合作共贏 還是靈和博弈 他說中國就是走多邊主義 美國就是走單邊主義 問題就是近來 美國那兩大重大的外交舉措 所取得的封石成果 我可以說是劃時代的 首先就是促成了 以色列和阿聯酋之間的大和解 其次就是促成了 塞爾維亞和科索毓之間的大和解 雖然你說 那個都是暫時性的 一年而已 塞爾維亞和科索毓 一年也好啊 對不對 奧巴馬年代那女能夠做得到這些事情 他只是一尾只有一個說字 你不要理他 他說一說就說了一個諾貝爾和平獎 但是特朗普真是落手落腳去做 而且是做得到的 世仇都和解得到的 你說這個是單邊主義還是多邊主義 如果他只是單邊主義 話知你啦 你以色列和阿聯酋關他什麼事 你塞爾維亞和科索毓關他什麼事 他為什麼要搞這些大和解 他偏偏就是做得出來的 有實際的成就做到 有封石的成果做到 大家有目共睹的 沒得質疑的 你說 不是啊 他在這個蔡爾維亞和科索毓的和解當中 放了些私貨進去 那有什麼問題啊 人當然是會有私心的啦 促成你兩家世仇和解 放少許私貨進去 喂 這個是 可以理解的東西 是不是啊 你說這個是 合作共贏 或是零和博弈 人家的實際舉動 就已經是對王毅最好的反駁啦 好了這次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